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歡迎四位帥哥美女好辣 醫師材 歡迎介紹一位客人來賓 大家好 邰哥 最近我們看到網友 在爭論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買房子要買套梯處 還是大樓 這種問題問我就好了 對 買農地 買地是不是 買農地啊 生都吵不到 你要看清晰的 後來有吵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如果你有生小孩 就買透天 如果你沒有小孩 只有夫妻就住大樓 而且最近有一個新聞 也是鬧得沸沸揚揚 所以今天就要來討論 到底人 有些人是體質比較敏感 就容易招惹一些 你知道莫名其妙的鄰居 還是怎麼樣 我們第一個這個要討論就是 來 我不是惡鄰居 是你們製造的聲音太吵了 我先講我以前租房子的時候 因為我樓下的那個人 我樓上的那個人 他非常敦氣慕鈴 三不時都會做一些小蛋糕 手工餅乾給我們 然後但是每天早上到6點 他就開始放潘瑋伯的 不得不愛 不得不愛 每天早上6點 每天早上 而且一年多的都沒有換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而且是一直循環 一直循環 有時候會放到他出門 比如說有時候他如果 他7點就出門 可能6點到7點就停了 他那是起床0 有可能是起床 就讓他提振精神的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他偏偏要這麼客氣 不然我還給他一點暗示好了 我就跟他說 哈囉這樣 我早上會聽到你放潘瑋伯的 不得不愛對不對 你看我聽得多清楚 對 我現在都 我平常都是到早上才睡的人 我現在都跟著你早睡早起了 因為早上6點就必須聽到音樂就起來 然後我就想說他應該就知道了 他是講太好了你喜歡 他很大聲 他跟我說這樣就對了 早睡早起 身體才會健康 還是你要想聽什麼歌 我下次就放給你聽 然後後來就搬走了 然後想說算了 那一陣子我都很健康 都早睡早起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換了另外一個房子之後 我那時候已經生小孩了 然後那個房子 我們不常說我們偶爾去 但是畢竟搬了新家郊屋了 我們就敦親木鈴 去送個禮物給樓上 左臨右舍 然後樓下那個媽媽就很和蔼可敬 就說你們搬來蘇仔蘇太開心了 這個樓上大概有兩三年 都沒有人住了 你們搬來以後就可以熱鬧熱鬧 我就想這是好天氣 小孩子可以蹦蹦跳跳熱鬧了 對 熱鬧熱鬧 他們喜歡熱鬧太好了這樣 然後有一次半夜 我就起來上廁所 其實也沒有半夜 就大概11點吧 然後我就起來上廁所 然後沖完馬桶之後 樓下一樓的電鈴 啪 響了 我就想說誰這麼晚 我就接起來 我就說喂 然後結果是樓下的媽媽 她就說你們怎麼半夜 在跟我在那邊沖馬桶 你們半夜上廁所 我都吵到偶門了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好 沒關係 這有一次下午的時候 我女兒在看卡通 然後她就開始又樓下 然後我又去接 又是那個媽媽 她又跟我說 偶女兒在居家辦公 你們這樣子吵到我女兒 怎麼開會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看個卡通也不行 對 老房子都一樣 對 就是老房子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阿姨熱鬧定義 怎麼跟我的熱鬧定義 不是一樣 不一樣 她不是喜歡熱鬧 熱鬧嗎 然後連沖馬桶不行 然後後來我們就租給別人了 我們就租給那種 很安靜的房客 就事先有告知她說 那個樓下的人很怕吵 你OK嗎 他們OK 我們才租給他們 所以就沒有租在那邊 所以難怪兩 三年沒人住 對啊 而且我告訴你 不要 我剛剛講二 三十年 現在的房子一樣會 你怎麼看到那樓板要弄到多厚 不可能 再厚 你只要砸東西或什麼 還是會有聲音 而且其實我們已經鋪隔音店了 但我們走路都必須是踮著腳尖 就很像被鬼附身 不是都會踮腳走路嗎 對 都踮著腳尖 對 然後那個小姐都長肌肉了 都已經這樣子了 還是會被抗命 我覺得現在是很多的建商 偷工減料 因為他們那個什麼 我們之前也在一個豪宅裡面 我那個新聞很大一個 那裡面在開趴 然後結果下面的人 一直來按門鈴說我們很吵 但我們因為非常的小聲 然後他說聽到我們那個拖鞋 啪啪啪走路的聲音 拖鞋聲音可以到多大聲 然後拖鞋都要穿著這種軟的拖鞋 因為你喝醉了走路都很重 然後之後不到多久的警察房子 全部抓到警察局去了 這什麼鳥豪宅啊 我隔壁的那個鄰居 他們就跟我說 之前我的前屋主就是一直被報警 被樓下報警 然後警察來也就是說 就是勸導說沒辦法 對 老房子就是這樣 對 然後他只能勸勸導你 對啊 就是前鎮走搬家 然後搬到一個新 屋齡不超過十年 然後也是號稱什麼 耐地震耐什麼 然後我想說剛去覺得 就是不耐雜音 對 開始覺得很不錯 好安靜 總算搬對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個人 我是對聲音很敏感的人 就是有一點點聲音 我都會醒過來 然後就是很怕吵的 那做了做的覺得還不錯 後來發現不對耶 有新的鄰居搬來了 然後這個鄰居 半夜兩三點 白天我們當然就無所謂 反正你忙 我也忙 那半夜兩三點 在那邊走來走去就算了 洗衣服 洗衣服 洗衣機會有那個 那個Ethatch吸好 會有聲音 會有這樣 對 然後他又在那邊 整理東西 然後那個櫃子拉來拉去 那個碰那個 收東西我都聽得到 然後半夜那個聲音 因為其實夜深人靜的時候 他其實傳導的聲音 那個更明顯 後來我就受不了 我就去買耳塞 因為我是耳塞達人 你不是達人 你是經銷商吧 對 我是經銷商 而且如果你對耳塞 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見 歡迎跟我討論 因為我經驗豐富 就是你看我真的不誇張 皮膚科是你副業 對 皮膚科是我副業的叫做 醜驗賣我吧 然後因為他就半夜一直吵 然後我就受不了 我就上去給他貼一張A4 寫一張A4說 親愛人一句 不好意思 夜深人靜了 那因為我隔天早上還要上班 我的工作需要專心 所以可能希望你晚上安靜一點 然後後來才知道 他也是醫生 而且他是醫院主管級 所以他不用天天去 半夜不睡 三點在那邊走 我受不了 去買各式各樣的耳塞 請問哪個最有用 我跟你講耳塞有分男生女生跟小孩 因為還有桃紅色 對 這個是女生用 因為女生的耳道比較小 然後這個是最好用 我覺得這個數一數二 這個很貴 這個快800塊 但這個800還不夠力 這個用一段時間 他還有特別的清潔的 後來我還去買一萬多塊的 一萬多塊的降噪耳機 你這是耳機嗎 這個是一萬多的耳塞 耳機 耳機 但是他是睡覺的時候用 然後可以連藍牙 然後就是你睡覺的時候 放一些什麼火在燒的聲音 小鳥在叫 白噪音 對 然後我就是用各種方法 然後才想辦法讓那個 自己可以睡著睡得好一點 所以其實那個夜深人靜的時候 真的不要在那邊洗衣服 不要在那邊聽音樂 走來走去整理東西 後來還好不幸中大幸 他就搬走了 他搬走以後 我跟你講 這些你看現在為什麼都乾淨都沒有用 不是我沒用 他就搬走 我就不需要 所以後來才證明 我不是神經衰弱 我是真的是對那個聲音 非常非常敏感 那像這個也有好處 為什麼 因為我有病人 就是脂肉性皮膚炎 他這邊紅脫皮 然後這邊有脫皮 然後整個頭都快爛掉 抓到那裡不行 然後我就說你是不是睡不好 還是壓力大 跟我同病相連 他也是 樓上的鄰居半夜不睡覺 然後在那邊走來走去 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耳塞我跟你介紹 我真的沒有在賣 我說你可以去買耳塞 然後或者是聽一點 有些人其實你如果沒有耳塞 因為有些人塞在耳朵會不舒服 我沒辦法戴耳塞 對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電風扇 有個白噪音 電風扇打開 它會有個低頻率的聲音 或者是手機 現在YouTube有一些免費的白噪音 就是比較低頻率 你就會很好睡覺 我就教他說你要解決 這個噪音要解決 像剛剛很多人說睡不好 我就說來這個耳塞送你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就教他 然後同時給他治療 還不錯 本來他一個月要來看我三四次 後來就變成一個月來一次 然後他說我教他方法 其實我們還是要從源頭 去幫助病人這樣子 我有在節目分享過 我們家每一個房間都有一台白噪音 白噪音是有一台機器的 就這麼大而已 對 然後一台大概兩千塊 我沒聽過這些東西 然後裡面有六十到八十種的聲音 有那種天台那種水塔的聲音 然後也有像蔡醫師講的那種什麼大自然的聲音 鳥叫 水流 很多隨便你選 然後可以很大聲大聲到你會覺得超死了 也有那種低小小聲 你來這幹嘛 沒有 我跟你講好睡慘了 我現在不管帶小朋友去哪旅遊 那台沒帶全家不用睡 不是 乃哥你有沒有經驗你坐那個捷運 特別好睡 因為捷運有個噢的聲音 很像你在媽媽子宮 然後外面有個聲音 就是那個跟你共證那個感覺 難怪我一上飛機 我跟你講 我每次上飛機 飛機還沒有拉起來 我就睡著了 那個聲音 我真的不騙你 真的 因為有一種低頻的聲音 是你聽你會覺得吵 可是當你睡熟的時候 它會幫你隔絕旁邊的雜音 然後你就睡得很平穩 這種半夜的噪音 影響到我們睡眠的 我的門診真的很多 身心科對不對 是 我身心科醫師嘛 所以像剛才說白噪音 戴耳塞 這個叫做物理性的 把外面的噪音阻絕在我們腦袋裡面 我們身心科其實比較善用的辦法是 我要怎樣讓心情平靜下來 因為我要放鬆才能睡覺 我如果一直緊繃 那個腎腎上腺素 都把我的這個交感聲音提起來了 我怎麼睡呢 這個很重要嘛 是不是 那有人就問我說 我這樣子對聲音那麼敏感 是不是叫做孔陰症 有這樣子的一個名詞 其實孔陰症這個 目前還在研究當中 還不是一個正式的診斷 我有一個這個女性的病友 大概四十幾歲 婚後十多年住在這個 五十年的這個華夏裡面 也相安無事 晚上都睡得著 但是後來有一陣子 她本身職業是個老師 在工作職場上面遇到主管刁難 那陣子特別不開心 晚上就一直失眠失眠 晚上失眠的時候幹嘛呢 沒有鼠陽 聽到樓上的 走來走去的聲音 過去十幾年來 她對這走來走去的聲音 都不會覺得說 有什麼樣子的困擾 但是那陣子失眠 五點制約反應 就把樓上走來走去的聲音 跟我的失眠連結在一起了 從此以後慘了 半夜在那邊就會好擔心 完蛋了 我等一下會不會聽到 樓上走來走去的聲音 只要聽到樓上走來走去的聲音 我就想到說完了 我今天晚上又要失眠了 原本沒有失眠的 然後結果那一陣子 失眠了半年 每天都睡不好 然後一直到開始黑眼圈跑出來了 影響到隔天的工作 半年之後來找我 那怎麼辦呢 藥物治療加上心理治療 藥物治療就把我們的血清素提起來 血清素提起來以後 我們的那個平靜的 祥和的心情就自然跑出來這樣子 心理治療要幹什麼呢 我要怎樣子 用放鬆呼吸的方式 學到一些可以在睡覺的時候 放鬆的技巧 聲音原本不會干擾我的 但是現在我腦袋覺得那是干擾我的 我要怎樣子 讓我腦袋回復到說 我就算聽到聲音 我也不會給它影響 心如止水的這個平靜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心理治療在做的事情 那這個患者 他吃藥大概吃了兩三個月 他做心理治療大概也是做了半年 漸漸漸漸的藥就可以把它拿下來了 然後就是回復到以前的狀況了這樣子 還滿幸運的 我覺得你那個可以試試看 要不要買台送你 我沒有這麼困擾 你沒有這麼困擾 我說一般人 如果真的有時候 先試試看 對不對 真的...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沒有這麼困擾 我沒有 你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個難搞的廢物 要哭啦 看到你又更新 就是現在 波波就站在這裡 你自己負責公公的手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你也沒有 謝謝 小姐不息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東森娛樂台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